提文题 学数学 那今天这道题呢 要想象一下图形的旋转 现在这里有一个三角形 那我们呢 要让它转动 对 先转到这边 再转上去 再转到这里 稳最后呢 这个路径长 好 那我们呢 先来转一下哦 这里呢 转过去 接下来 绕着这个点再转 然后再转 哦 原来刚刚的路径 就是指这一段 加这一段 加这一段 第一段呢 角度是120 接下来也是120 接着是30 所以总角度呢 就是270度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三段 对应的这个圆弧 就是270度 270度 刚好是三四分之三的圆 这个圆弧 锁对的半径为2 所以整个圆周是4π 它占了四分之三 因此答案就是3π 270度 关系 270度 關系